你好,中美爭霸,第一集,第二节 上一节说到俄罗斯穷途末路,被美国赶绝 因为当时油价被他打得很低 你知道美国有两边 一边是犹太太控制的共和党 另一边是本地富豪控制的民主党 所以有时你会看到民主党时代的政府 他会对巴勒斯坦很好的 说要公平又共成 去到共和党时代就会完全倾斜了油太人 那很明显的,最近特朗普这些事情 就说要将耶路撒冷做以色列首都 承认他将大使馆由特拉维夫搬到耶路撒冷 搞到世界很乱 那英国已经告诉你,就是很清楚的了 共和党是犹太人的 民主党呢 就不是犹太人的 民主党其实真的可以说在奥巴马年代 不是这么伤就你犹太人 也都民主党的特色呢,就是他呢 就不会拿自己的人民的命交票的 那可以说一句就是 这件共和党布殊年代 他无端端打了阿富汗伊拉克 其实花了几万亿美金 几万亿的,不是开玩笑的 但是花了那些钱呢,亿了谁呢?亿了那些军火商 那些军火商是犹太人来的 那些犹太人除了控制华尔街之外呢 又控制了那些军火商 或者各行各业都很多控制了 但是,反过来 那些本地富豪 譬如波音啊,或者是一些Microsoft那些 就是他们 他们真是控制他们支持的民主党呢 就是爱惜美国人的命的 所以你看到呢,奥巴马呢 就在2011年呢 在伊拉克撤军 那就由得他乱了,由得他死了 总之我美国人就不要死一条命 就是两个党的取向不同的 就是民主党的时代 就是打了仗都缩了 就是不,最多就是,譬如说克林顿 派一架飞机,乱炸蓝斯拉夫 但是不派地面部队的 就是飞机会打电子游戏机 这样就这样的那种 但是你反过来 布殊就瘋了 就真的要美国人去流血去死的 落造地面杜队 那奥巴马年代他 在阿富汗的投入是很有限的 伊拉克就是因为他撤军就乱七八糟 但是呢 美国呢就很喜欢资助那些恐怖分子 因为以色列啊 沙地都喜欢资助以恐怖分子嘛 遲些再说啦 沙地那个阿哈比教派呢 那帮人是疯的 整天都要打圣战的 普通的伊斯兰教徒啊 无论是十业或者是顺利 不是这样的 如果阿拉伯人那个顺利派的真正大佬 应该是埃及 但是埃及佬呢 就不会运作一个 真是那种叫做 极端的阿哈比主义 就是那个不是伊斯兰来的 我甚至觉得阿哈比主义不是伊斯兰来的 就是沙地那个国教 不是顺利派又不是伊斯兰 他们就是很极端的去 总之你不是阿哈比的人 无论你是穆斯林也好 或者基督徒也好 那么他捉到就杀 很濫杀无辜的 捉到个南韩人 捉到个日本人 就无端端斩了他的头 头就放在身上 行刑那些片段给你看 这个就是 他们阿哈比教派的人是这样的 所以我叫他们是邪教来的 那么正统的顺利派 在埃及呢 就是学术中心 他们就不是这样的款式的 一向都对其他 你想想埃及 还有一千万基督徒 是科特普的基督徒 我的理解 无论是顺利或是什叶 不是残忍的 但是反过来 以色列 沙地 或者美国资助的恐怖主义 就是美军撤走了之后 就席卷整个中东 那俄罗斯 那俄罗斯 看见到如果 如果 犹太人 做下聚利亚 那整个中东都是他的 如果整个中东是他的 他的话 第二时在战略上面 就慢慢派些恐怖分子 入侵中啊 或者走进去车神 那俄罗斯永无零日 就是他那时候 俄罗斯被制裁 窮到窮到窮到窮 就是美元在高位 石油在低价 四五十块之间 甚至三十块 后来最低压到二十六块 俄罗斯是叫救命要死的 中国呢 在强美元的时候 2011到2016 有五年的通缩期 这些东西都是带来 俄罗斯没办法 不最后一搏 那他没钱 那俄罗斯 怎样可以 翻身呢 就是习近平 磅水给他打仗 这个是一个 很伟大的决定来的 因为呢 中国的角力 慢慢受到世界的认同之后 2016年 10月1日 入了SDR 人民币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 储备货币 美国就是要希望 在2016年 10月1日之前 把美元推到很强 令到中国里面内部通缩 令到俄罗斯 油价低 就想两个国家 跟着呢 就放些恐怖分子 搞些颜色革命 想他们两个呢 就死了 两个就不和你讲笑 就和你反抗 中国呢 暗钱给俄罗斯 15年9月30日 走入去敘利亚 在过程里面打得 灿灿烂烂烂 而且呢 可以提一提 北韩的核危机呢 在2016年的1月 就在一个这样的背景爆发了 那就是 喂 你在俄罗斯进去打了几个月 那你 你不断把美元折高 那北韩那边 就突然间 1月6日搞个核爆 喂 日本也好 南韩也好 没有事情发生的 他无辜的搞 搞什么 我相信就是声援俄罗斯 令到奥巴马政府 突然间有件事 搞出来的 俄罗斯 中国 和金正恩 其实是一家人 在中东的战局混乱的时候 要跟奥巴马去开盘的时候 你明白吗 他放得核弹 他们早就知道的嘛 那不是 习近平和普京 两个人就可以 在市场上设定盘 那等金正恩爆的时候 就赚钱了嘛 和你犹太人 和你美国人反链过 你明白吗 你明明搶了那些钱 你拿来充实国库 可以去打仗 你明白吗 那核事很有用 很明显 金正恩的核事 绝对是 破坏了 美国金融的节奏 美国当然有个节奏 然后用来 膨胀升 或者低 突然间出现 他一早知道 然后就抢钱 在市场上 突然间有个核爆 就破坏了他的节奏 他抢回美国佬的钱 你明白吗 你以为是说笑 那如果我可以说一句 我相信 第四次核事 是习近平 和普京 一起帮助 金正恩搞 那当然 他带头 金正恩是这样玩核弹的时候 那国际当然是制裁他 但是一直制裁 原来中朝的贸易 是不断上升的 搞到呢 朝鲜有七成 八成的东西 都是跟中国贸易的 那现在中国就说 我cut 台面说cut 台面 甚至找了很多宣传 说 习近平不见了 金正恩 我告诉你 我相信金正恩 是习近平的人 你看看最近 在那个核事 1月6日 2016年的1月6日核事 另一个 effect 是什么 是令到南韩的人民害怕 就很怀念亲华的共同民主党 就令到文在寅 带领的 共同民主党 这些亲华派 在南韩国会选举 在2016年的4月 赢了 起码个半 你明不明白 你上面搞核弹 你和他 关系融洽的时候 他就不再搞 对不对 你和他炸炮 好像前朝 李明博 那样 那就死了 当然 博锦韦原本 当时 2016年年头的 总统是博锦韦 博锦韦不是 不是 不是反华派 来的 但是 那时候因为 敘利亚战争真的太踢紧了 太紧急了 所以金正恩 无辜搞核事 当然 令到朴槿韦很麻烦 但是 金正恩 是要为了和美国佬 抗衡的大势 就站在中俄那边搞事 他搞完事 就全世界制裁 都制裁开的 他就是那个态度 中国和俄罗斯 就偷偷地 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不是洩露国家机密 你看到那个争霸 是出到核弹的 那你说 习近平如果在全程参与 他有参与 那就是说他叻咯 旧扑咯 如果他没有参与 然后 2016年 他怎么做核心呢 你可以看 2016年的9月9日 金正恩 又弄多次核试 说这次核试就 已经接近原子弹级了 10至30KT 等于 那时候 日本那两个 原子弹的威力 还要超过少少 那你想一下 不是说玩的了 第四 第五次核试 是吧 那 习近平在 2016年9月 因为那时候 杀德 你可能你有印象了 杀德 那个 导弹部署 搞到整个大陆 就去限制那些 旅游 不准去南航 打击南航经济 又打击了 一家公司叫 乐天 一个南航超市集团 令到大陆 这家公司就继续了 那因为呢 乐天 给了那块地 给了那时候的那些 仇华仇潮派呢 可以拿了那块地呢 去 部署 杀德导弹 所以乐天 就变成开刀对象 那16年是一个很紧张的年份 那但是在这个战争里面 9月9号 金正恩就放第五次核施 如果这个核施 是习近平控制不到 那这个就是习近平无能 但是我相信就不是咯 就是他 是他支订的 是他的部署 是他的策略 所以 共产党 中共的共产党内部 军队里面 觉得 习近平 行步棋 职 对美国佬 都适当地肯花钱 搞一路一带之余 又资助 俄罗斯去争霸 令到 令到美国在战略上 慢慢出现了一个变局 那所以呢 9月9号 吓完试了 也都是回应杀德也好 也都是帮习近平 在内部夺权 都可以说是一个 做了一个声势 所以 2016年的10月27号 习近平 成功 打赢江派 成为中国 共产党的核心 原本的旧核心 江核心 这个封号 被习近平夺取 甚至就是宣传来说 习近平就要 那时候中国的党里面 就说 核心只有一个 就是习近平 旧那个就过气 意思是这样 习近平在 中东 这些战争的投资里面 是赢了的 赢了的 他在同年 2016年的12月 阿拉普战争 赢了 在西方 无论他资助的恐怖主 也好 什么都好 他第一次输匪 东方的势力 这个也可以说 带来一个 很大很大的 扭转 所以你看到2017年 习近平很威的 开一楼一大 人人给面 看到 美国 一向的盟友 土耳其 都跌了下去 就是这个 中国那边 这一节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无论如何都好 那 时间不是很足够 希望你下一集 都密切留意一下 我们这个节目 我会说多些 关于 军事形势的事情 现在军事形势的事情 希望你喜欢 是吧 再谈